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男婴出生才三天 还没有取名字 但她的母亲已经决定把她送人 如果不是警方及时赶到 男婴就要被转手卖掉了 画面中穿红色羽绒服背对镜头的女子 就是男婴的母亲玲玲 今年只有17岁 孩子被救了回来 做母亲的却没有流露出半点喜悦 反而是一脸茫然 据了解 母亲玲玲是海南人 这个孩子是她在上海打工期间与男友同居时怀上的 前不久专程来到山东林毅 就是为了把孩子生下来 林毅说 她这样的年纪还孕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而之所以跑到林毅来生孩子 也是机缘巧合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访 即将被转手的孩子被警方解救了 但更多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了 孩子的妈妈是在上海打工的 她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的跑到山东德州 这个陌生的地方来生孩子呢 警方怎么知道她要把孩子送人的 她要送给谁 这一切我们要从半年前警方的一次走访说起 2013年7月份正是炎热的夏季 山东林漪警察在一次例行走访中 有群众向他们反映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群众反映说有一家手机店似乎不太对劲 来一些这个吃饭酒 比较少的孕妇 群众所说的这家手机店 位于林漪县里的一个镇上 店不大 只有20多平米 与其他手机店相比并无特别之处 如果不是因为时不时有孕妇进出 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下这个女孩来了之后 基本上不和外界联系 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手机店里面 这家手机店开了已经有几年了 店主是本地的一对年轻夫妇 男子叫王冬冬 妻子叫邵金花 那么这些外地孕妇跟店主夫妇会是什么关系 这让警方产生了一些猜测 要么她是外卖这个妇女 要么就可能就是外卖这个婴儿 种种迹象表明警方的猜测不是没有根据 但是没有证据 也不便对王冬冬夫妇展开直接调查 于是警方决定先对两人进行外回了解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王冬冬两口子经营手机店的收入并不高 月收入最多只有几千元 而这几年他们是频繁出入县城的一些高档酒店和娱乐场所 出手阔绰 一次两次偶尔去她可以 经常带同学去这么消费 很可以 显然王冬冬夫妇的消费习惯和收入严重不符 但仅凭这一点 不足以表明王冬冬夫妇从事什么非法活动 警方决定按兵不动 密切注视着两人的动向 一个月后 手机店里又出现一名年轻孕妇 看样子已经临近分联了 孕妇在手机店里待了一段时间 就在王冬冬夫妇的安排下 到医院进行了分联 那很快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接下来孕妇不见了 甚至这个孩子也是没有消失了 刚刚出生的孩子能去哪呢 按照常理 刚生下孩子 孕妇需要在医院休养几天 可大人和孩子很快就消失了 结合此前群众反映的情况 警方认为王冬冬夫妇有拐卖妇女儿童的嫌疑 决定立案侦查 随后 办案人员调查了过去一年 王冬冬银行账户上的资金来访情况 发现有几笔资金也不正常 这几笔资金每笔都是三到四万 是从不同的账户 不同的时间转入的 在调查王冬冬账户资金状况的同时 警方注意到一个细节 不久前来的那名孕妇突然消失后 很快就有一笔三万元的资金 贿赂王冬冬的账户 从事打火的民警都知道 三到四万在当地就是非法买卖一个婴儿的价格 警方推测 突然到账的钱和同时消失的孕妇婴儿之间 应该有某种关联 此外 调查还发现 王冬冬最近花二十多万 在县城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二十多万在当地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就怀疑他是不是把这个婴儿卖掉 他用这个钱存在银行里 或者是买房子 手机店里时不时出现陌生孕妇 不翼而非的婴儿 以及王冬冬夫妇反常的资金情况表明 两人涉嫌从事贩卖新生婴儿的非法活动 然而就在警方对王冬冬夫妇立案侦查后 连续几个月 手机店却异常平静 既然他干了这么多次了 他又不可能又是把手的 警察在等待时机 时间一晃到了2014年1月份 办案人员注意到 时隔数月后 又有两名年轻的孕妇 悄然出现在王冬冬的手机店 两名孕妇看起来马上就要生产 其中一名孕妇正是宁令 和以往的孕妇一样 在店里面也是帮忙卖卖手机 不和外人接触 很快警方获悉 灵灵在当地一家医院产下的一名男婴 王冬冬夫妇正着手把孩子转卖他人 买家已经联系好 双方定于1月8日交易 交易地点在一个叫大雁岛的地方 警方决定在交易时实施抓捕 一旦这个世界状况不好 把孩子卖走了 买孩子小时了 因为他是外地的 我们再招 可能快难一些 1月8日是王冬冬交易的日子 办案人员密切地监视着 王冬冬夫妇的一举一动 画面中的男子就是王冬冬 此刻他正在医院附近 焦急等待着买家的到来 他的妻子带着灵灵产下的男婴 坐在旁边的车里 下午17点左右 汽车突然启动了 办案人员判断 王冬冬夫妇要去交易了 于是紧紧跟了上去 不久 王冬冬的汽车在大雁岛停了下来 很快 王冬冬夫妇和买家坐在了同一辆车里 办案人员立即采取了行动 警方成功抓捕了王冬冬夫妇 连同买家一并控制 随即把现场解救的婴儿 送到医院检查 与此同时 婴儿的母亲玲玲 正准备乘火车离开山东 在火车站被警方拦下 并带到了医院 面对警方的出现 王冬冬表现得很诧异 他说自己并没有干违法的事 只是帮玲玲联系医院生孩子 至于把孩子送人 是玲玲自愿的 王冬冬进一步解释说 玲玲是她的表妹 在外边跟男友怀了孩子 找她帮忙 生下孩子送人 警察找上门来 完全是一场误会 当时没有怀疑 他就是说他表妹生了 不想要 然后私生子 买孩子的是私女士 德州本地人 他说自己结婚多年 没有生育 迫切想领养孩子 也是从朋友处得知 王冬冬要送养一个孩子 便主动联系上了王冬冬 王冬冬也跟他说 这个孩子是表妹生的 不过想收养 需要掏一些费用 那么前不久和玲玲 同时出现在 王冬冬手机店里的 另一名孕妇 现在藏身何处呢 据王冬冬交代 那名孕妇正在医院的病房 和买家进行交易 警察随即赶到了医院 他自称有夫之妇 却不知丈夫家在何处 荒证的说法 仅仅被睁人耳目 这个孩子说是 他是 他跟他小三 未婚主义 网络犯忧之恶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名妇女叫张燕燕 云南人 头天夜里刚刚偷妇产下了 一名男婴 此刻还躺在病床上 他说自己是和老公 一起来山东生孩子的 老公昨天晚上已经走了 老公是什么地方人 老公是什么地方人 做妻子的竟然不知道 这样的说法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在办案人员一再追问下 张燕燕吐露了实情 他说自己今年二十岁 在打工期间结交了一个四川男朋友 后来和男朋友闹掰了 到医院一检查 张燕燕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由于身体原因 他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 无奈之下 他到网上发布了信息 打算把孩子送人 不久 他就接到了犯罪嫌疑人 王冬冬的电话 王冬冬说 可以安排他到山东这边生产 张燕燕说 他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山东离异后 在王冬冬夫妇的安排下 先在宾馆住下 然后就送到医院分娩了 早在孩子出生前 王冬冬就和他商量好 以什么名义把孩子送出去 打算抱走张燕燕孩子的是马先生 山东滋伯人 婚后多年未有生育 一直想领养一个孩子 张燕燕说 这个买家是王冬冬一手联系的 具体情况他并不知情 只知道这个姓马的人 还给交了住院费 那么买孩子的马先生 是怎么和王冬冬联系上的呢 对此马先生说 他是1月7日 从一个叫圆梦之家的网站 获悉张燕燕的孩子要被送养的 发布这则信息的人正是王冬冬 简单沟通后 马先生当天就赶到了德州市 在一家宾馆 见到了孕妇张燕燕和王冬冬 案情真相大白 显然王冬冬夫妇涉嫌拐卖婴儿 那么此前群众反映 王冬冬家不时有孕妇出现 极可能也与拐卖婴儿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 王冬冬夫妇涉嫌拐卖的婴儿 就不是小数 随着调查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内幕被揭了出来 至少十名孩子被转手卖掉 王冬冬向警方的供述令人吃惊 由于抱养孩子的买家 并不留真实姓名 双方完成交易后也在不联系 王冬冬夫妇说 他们也记不起 这些孩子到底卖到哪了 目前王冬冬 邵姬花 以涉嫌拐卖儿童罪被依法逮捕 对这些被拐卖婴儿的下落 警方正在进一步追查当中 她的父母 亲生父母 也在寻找当中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孩 早日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而这次被警方成功解救的两个婴儿 在警方的劝说教育下 他们的母亲已经同意将各自的孩子带回抚养 声称网络闲聊 引来怀孕女子 名为收养 实则变相牟利 披着公益的外衣 买卖婴儿形成犯罪产业链 网络犯婴之恶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王冬冬夫妇涉嫌拐卖新生婴儿的犯罪手法 令人瞠目结舌 根据调查 他们干这种非法的勾当 已经用四年的时间了 那四年之前 他们是怎么想到 用这样的方式来贩卖新生儿呢 据王冬冬交代 当初走上这条道路 源于一次网络奇遇 当时他在一家KTV当领班 闲来无事喜欢上网 2010年的一天 他在网上浏览到一个帖子 内容大致是 女孩怀孕数月 男朋友分手 求好心人帮助银产 于是王冬冬就主动加了 这个女孩的QQ 并聊了起来 按照王冬冬的说法 他当时的想法 就是帮这个女孩做银产 女孩来到林毅后 由于胎儿月份太大 无法银产 孩子最终还是生了下来 而这名女孩在林毅的食宿 和住院花销 均由他支付 王冬冬当时已经结婚 为了一个素媚平生的女孩 花这么多钱 这种说法多少让人生意 不过王冬冬说 当时这个女孩答应会感谢她 只是后来感谢的方式 让她万万没有预料 一个找人帮忙银产的女孩 一下子哪来那么多钱呢 王冬冬的说法是 那个女孩后来把自己生的孩子 通过网络卖掉了 所以女孩才有钱筹写她 至于孩子以多少价格 卖给谁了 她一无所知 时隔多年 这件事是真是假 已难以查证 但王冬冬说 这件事倒是让她尝到了甜头 觉得这是个来解的衍生 就这样 王冬冬到网上一搜 发现还真有不少 未婚先孕女孩发布的求助信息 这些求助的女孩 有一个共同特点 未婚先孕 且都是大月份 无法隐产 他们急切希望能找到 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 把孩子生下来 17岁的灵灵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遇到的王冬冬 警方介绍 像灵灵这样 是主动在网上发出求助信息 被王冬冬捕捉到 而有的怀孕女子 则是被王冬冬发布的信息 吸引来的 王冬冬在网上说 妻子无法生育 想要抱养一个孩子 实际上 王冬冬夫妇 确实也没有孩子 我们就是需要领养一个小孩 你看你来我们这里吧 我们这人家的经验比较不错 要车有车 要房有房 我还有正式的工作 王冬冬开出的条件 看起来十分诱人 一些未婚运送 为了给孩子找个好人家 就主动联系上了王冬冬 为取得对方信任 王冬冬还会把自己的 结婚照传给对方 结婚证是真的 但是结婚证 是一个单身的一个照片 里面具体信息 不会让对方看到 于是一些涉事未深的 年轻女孩 对王冬冬要抱养孩子的说法 信以为真 就同意把孩子送给王冬冬 而实际上 当孕妇在山东 一旦生下孩子后 王冬冬就变了卦 王冬冬说 他自己提出不要孩子 但也不会强迫孕妇 把孩子卖掉 而是耐心劝说 遇到这种情况 来生产的孕妇也无可耐可 人生地不熟 取目无亲 只有依靠王冬冬 生下的孩子也只能交给王冬冬处理 王冬冬 王冬冬明意是帮孕妇生产 自己收养孩子 实则从事的是拐卖儿童的勾当 目的就是赚钱 但要完成这件事 也并非那么简单 比如孕妇到医院生孩子 是需要相关文件证明的 那么王冬冬又是如何帮这些孕妇 在当地医院顺利生产的呢 是否真的像王冬冬说的那样 个别医院在管理上存在漏洞 还有待进一步核实 但是孕妇在医院生的孩子 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整个拐卖婴儿的活动中 王冬冬的妻子也一直参与其中 对于山东林义县警方来说 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利用互联网 从事拐卖儿童的案件 由于整个犯罪过程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加上王冬冬夫妇孕妇 以及买家三方买卖活动比较隐蔽 以至这起案件持续四年 没有被发现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公安部打拐办的主任陈世曲 欢迎陈主任 以前是有人拐了孩子 公安机关去抓捕犯罪嫌疑人解救孩子 这次是这孩子还没生呢 就有人私人定制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网络非常便于人的沟通 其实也方便于犯罪圣子之间的沟通 他这个孩子 他一旦联系上之后 可能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商量 这个孩子的价格 怎么交易 这些 所以可能就出现了一些 事先预定这种情况 那些未婚先育的 或者是其他原因 不想要孩子的妈妈来说 不管他们是否知道 王冬冬是拿这孩子转手就卖掉了 他们的行为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呢 如果这个就是 孩子的母亲 他事先知道这个孩子要被卖给别人 那么就构成了拐面犯罪的共犯 如果是他是只是把孩子送养给别人 然后并不从中收取费用 或者说收取少量的费用 这个是构成犯罪 王冬冬夫妇落网了 但是大家想不到的是 他们只是一个巨大的犯婴网络中 很小的一个分支 与此同时 一个更大的贩卖新生婴幼儿的犯罪团伙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在记者采访中 无论年轻的孕妇 还是犯罪嫌疑人王冬冬夫妇 以及抱养孩子的买家 多次提到一个圆梦之家的网站 他们之间最开始的沟通和接触 都是借助互联网来完成的 山东临义县警方登陆了圆梦之家网站 发现这家网站确实大量存在收养送养孩子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真真假假让人难以分辨 而就是这样一个网站 为王冬冬夫妇提供了非法买卖婴儿的平台 警方同时注意到 网站里收养孩子并不是公益的 也不是无常的 他把孩子卖掉 他不上卖 他说给抚养费 他就变了合法 其实在山东警方侦办王冬冬夫妇 利用网络非法买卖婴儿案件的同时 北京江苏等地警方也在工作中 发现圆梦之家网站 存在涉嫌贩卖婴幼儿的行为 各地公安机关将情况陆续汇总到公安部 一条龙的贩卖婴幼儿 反对事实之后 就把这个情况足以上报的公安部 公安部把这个案件就列为督办案件 警察 圆梦之家网站的创办人是一个四川人 名叫周代富 这家网站打着公益的旗号已运行多年 逐渐形成了一个民间收养送养孩子的网络信息平台 但网站的运行其实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买卖双方都要向这个网站的管理者 要支付一笔费用 实际上是作为中介费 但是这个犯罪团伙 他为了眼睛耳目 把这笔费用交给捐赠费 围绕非法买卖婴儿 借助互联网搭建的信息平台 故法分子已经衍生出中介 贩外 置贩甲出生证等一系列违法活动 比如周代富 就通过为新生婴儿提供出生证明的方式 从中余力 一份出生证明 两千块钱 他转卖给买主 这个是他收六千多块钱 公安机关查明 除袁梦之家网站外 人人要我 收养吧 中国孤儿网等多个网站和QQ群 也涉嫌买卖婴儿 涉案人员众多 建设全国二十多个省份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 2014年2月19日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 四川 湖北等多力部门机关 同步开展 集中抓捕解救警惑 一局摧毁了四个特大网络 犯营团伙 周代夫等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千零九十四名 同时也就被拐卖婴儿三百八十二名 前我们报道打击犯婴团伙的时候 往往最多也就是几十人 孩子也就是百十来个 但这次一下犯婴的犯罪嫌疑人 就一千多个 他这个网络平台给这些拐卖儿童犯罪嫌疑者 实施犯罪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所以今后对网络也要加强监管 就是不允许在网站上出现这种公开的买卖儿童的这种平台 那我们怎么识别他假意是送养收养 实际是在做人口买卖的交易这种行为呢 公安机关对今后在网站上这种私下的所谓的收养和送养 我们都将密切关注 只要主动开展调查 看他是否是构成拐卖犯罪 如果构成拐卖犯罪 公安机关将一发打击 我们必须还要看到这类案件发案背后的一个社会现象 一些夫妇不孕不育 就是想要个孩子 有一些妈妈无奈地生下了孩子 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看有人想要有人不想要 这种社会现实也是存在的 收养和送养必须依法进行 不能通过买卖儿童这种方式来实现收养和送养 您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如果是不孕不育 他需要抚养一个孩子 如果符合我们国家收养法的规定 他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来提出申请 到通过合法正当的程序 从福利医院里边来收养孩子 贩卖儿童可以说是天人共愤的犯罪行为 因为它撕裂的是人间最宝贵的亲戚 但本案当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 除了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之外 这需要引起更多部门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思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建议收法 也感谢陈主任参与我们两个式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和其他内容 影片见